神国之光的大兄姊妹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神国之光的线上崇拜 我们现在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去听神的话语 有个两个礼拜前 我不知道在哪里 你知不知在哪里 这个月 三个月 两个星期前我跟何牧师一起在讲见证的时候 都说这个教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 我那时就讲了一件事 Gilgo Gilgo the slide print Gilgo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那边 那些犹太人 就要进去 神给那个地方 他就经过那个河 那个河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神要他们去经过那个河 经过那个河的时候呢 神就把水分开他们就能够走过去 他们就能够走过去 那地方在哪里 那个地方就叫Yilgo 那个地方就叫Yilgo Yi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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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说第二次 随便会有问题 有太人有问题 之时 你就带那些人来到那个 再来到那个地方 那意思就是说 以后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呢 就把他们重新带来这个地方 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那十二块跌在一起的石头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那神就跟他们说 对那些人说 我们有这个石头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记住 没有人 神带我们经过这个河 那神就说 我要希望 以后有人记得 看到这十二块石头 就记得 当时候是神把他们带过去的 带他们去的 所以这个结果呢 那个纪念日呢 就是说我们要 所有的基督徒 来不来要记住 神是如何对待我们的 这个故事 这个意义就是说呢 要让基督徒都记得 记得当时候 神是如何对待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基督徒来不来要 看回旧时 神怎么做 对这个教会做了些什么事 所以我们要经常记得 记得以前神是如何帮助我们的 对教会做了什么 所以现在我就说回 神以前怎么开始成立这个教会 所以我现在说一下 当时候神是如何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 尤其是这个FGA呢 全被福音教会 三十年前开始的 特别是我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神国之光以前叫全被福音教会 三十五年前是开始是如何开始的 尤其是一个中文堂 特别是中文堂 那时候有一个 我们可能有些人记得 有记得有一个 叫做 Any Love, Anyone 当时应该有一个记得 叫做 Any Love, Anyone Any Wong Any Wong 那个Any Wong 是一个老人家 这个人是一个老人家 他来到澳洲 就不太懂英文 他当时来到澳洲 并不是很懂英文 他来到我们全被教会 就是因为他儿子来到教会 当时他们来到我们全被福音教会 是因为他的儿子来到教会 不过他很有爱心 但他很有爱心 他就在教会里面 我们崇拜之后 他在一起崇拜 我们敬拜的时候 他也跟着一起敬拜 他忍不住 他又讲一下方言 忍不住他又讲一下方言 我们又为他翻译 那我们又为他翻译 那来到崇拜之后 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急什么 用英文勾 我不明白 他来到跟我们一起敬拜 就说 你们用英文讲 我不清楚 我不懂 我出去祈祷 他又出去祷告 祈祷之后 收敏教就跟我说 不如你给我的机会 有两三个和仔 都跟我们一起沟通 他就跟我说 不如你让我有个机会 跟那些其他的 有两三个老婆婆 一起来沟通 那他就一起沟通 慢慢地沟通 沟通越来越大了 慢慢地 那群人又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 我们感谢主 把任何人都带到我们的口 这就是我们要感谢的第一件事 把他带到了我们的教会 他叫Dester 叫Koyji 给他王姐妹 后来神又带领了一个夫妇 后来神又带领了另外一对夫妇 叫Charles Tang 和Mary Tang Charles Tang Marie Tang Marie Tang 不过你起身 Auntie Mary Charles Tang 是一个architect 他的先生是一个建筑师 他也很爱住 但他也很爱住 他们两个在一起 英国结婚 他们两个在英国结婚 他们就来到澳洲 然后就来到澳洲 Charles Tang 很有恩赐 讲道也很厉害 Mary Tang 有一个很乖的人 Mary Tang 也很乖巧 跟着他老公一起服侍神 跟着他们两夫妇一起来服侍神 所以Mary Tang 就是一个 中文堂的一个基石 所以Mary Tang 是中文堂的一个基石 还有一个是Lilys Auntie Lilies 他是弹琴的 他是弹琴的 他是一个很凶的弹琴师 因为他弹琴之前 一定要崇拜主 如果你弹琴 他会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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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他弹琴 进拜的时候 你在打瞌睡 他就很凶的骂你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夫妇 Daniel Ho和Judian 后来又来了一对夫妇 Daniel Ho和Judian Daniel Ho以前是买药的 以前他就卖药的 药寄师 他这个人特别什么呢 这个人特别怎样呢 他最厉害就是打麻将 他所有打麻将的那些人 他就服一个人的 所有打麻将的都服着他 他两夫妇都是麻将王 两夫妇都是麻将王 但是后来主把他们抓起来 让他们信了主 他们就来打理中文教会 他们就来打理中文教堂 他最厉害的Daniel Ho Daniel Ho最厉害是什么 Daniel Ho Daniel Ho最厉害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跟他一起去吃饭 中餐 用中国餐店 有时候我们中午去中餐馆吃饭 Sam叔记得了这个人 我们一起去吃饭 他最后一件事就进厨房 Sam肯定记得 最后一件事 Daniel Ho就进厨房 他为什么进厨房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有打麻将的那些麻将 就是 因为所有麻将的 打麻将的雀佣 都是做厨房的 他进去做什么呢 他进去做干嘛 他进去做干嘛 讲福音 像是生叔似 那全天就是进厨房 去跟别人讲福音 就是进厨房 就是去讲福音 Sam叔也是这样 我们有班人 为什么 Daniel Ho 专门进厨房 去跟别人讲福音 我现在是还债的 我拿到他们钱 现在我还回最后的债给他们 所以我拿了他们钱 现在我把债还回去 我把福音传回去给他们 所以哥哥又带了很多人 所以那里又带了很多人 Sam叔你是不是这样 他赢了你打麻将 你带了人 三次是这样子的 哈哈哈 OK 还有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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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oris 是Sam叔的老婆 Doris 是Sam叔的老婆 他们两夫妇 就是Sam叔的最重要是感谢主 所以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 他经常说感谢主 他去做厨师 在他里面就是炒饭炒菜 他做厨师以后最厉害就是炒饭 炒菜 人家最记得他做的就是 他经常都说感谢主 但是别人记得他的最 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谢主 所以这些就是当时中文堂的那些创办人 还有Judy Lo Judy Lo Judy Lo 他以前也很厉害 好像你们游船游玩 所以他呢就是专门负责那个娱乐节目的 那他信了主呢就用那些talent来服辞主 然后他信主以后就用他们他自己本身的优势来侍奉主 我们带他去请他们来做我们的优势团那边 有时我们去优势优势 那我们把他请来加入我们牧师这个团队 有时候他们去中国优福音呢 他这个人呢 一句中文都不懂 他是一句话中文也不懂 第一次讲就是用英文讲的 第二次讲就是用英文讲的 第二次就会讲一点点中文 第三次就完全用华语来传福音 第三次就完全用华语来传福音 不单止说华语讲福音 还想写歌 不仅仅用华语讲福音 还会写歌 那他就不单止这样 带上Christine Chang 带上Cecilia Wong 还把Christine跟Cecilia又带起来了 整个个个都是福音 全福音那些 把每个都变成了传福音者 这几个就叫我逼我 Franc Franc这个人是搓船来的 他是搓船来的 他搓船不是被飞飞去搓船 他自己走出来 政府捉他捉不到 他自己来偷偷偷来 政府抓不掉 他也讨厌 被人要讲 她在写了 说借责 很专利 他的见证是很奇妙的见证 有一天让她讲一下 申伯你再回去带搗老婆帮她 后来回去以后 就把太太也带来了 申伯又正式来了 后来就正式留下来以后 就把太太也接过来了 祝公妹祝你了 感谢主 还有谁记不记得 可能有些人我走了 可能有些我是漏了 但是有很多 这个就是给你们看 我们这个教会 有很多意思 很为主 很服辞神的那些人 我想说的就是 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教会 当时是有一群很忠心 很侍奉神的人 来帮助教会成立 那现在我们又想回来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又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回最后神的使命 我们又要讲回 最后神是使命给我们的是什么 所以神的使命 他讲说 Go into all authorities and power given me 神的权柄 我给你看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来到他们面前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死圣灵的名给他们 我要讲的三件事 我要讲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讲天上地下的权柄我交给你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第二件事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 第二件事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 第三件事直到世界的尽头 第三件就是直到世界的尽头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是有神的权柄 我们要知道出去传福音 我们是有神的权柄 我们不是出去讲道理 我们不是出去讲道理 我们不是去教导别人去怎么去做好事 不但是说我们有病 不是说你有病来到主耶稣面前 求求祂的医治 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冤极 我们要讲给人家的福音 而是因为主耶稣给你了 我们全面我要把这个福音告诉你 刚才你听着就是说过 那位和Action说过的说 给那些小孩有权柄 我们刚刚听到那个Compassion 那位工作人分享的是 他让小朋友 他的这个事工是让小朋友有这个权利 我们帮助小朋友读书 有些外生的缺点 我们帮助小朋友能够读书 能够改善师父国 我们还有给小朋友的使命 还给了他一个使命 让他去继续传福音 小朋友们回家以后 回到家以后 他就用神的力量 跟那些家人说 他就使用神的力量 给家人说 所以使到家人全个家庭 全个家庭的环境转变 使到家庭的环境转变 我现在就鼓励各个都是 我们对全福音 不是单单只要说的 可能是你的福音 我们对全福音 没有靠神语言 给我们的福音 我鼓励大家出去传福音 不仅仅是告诉别人 你的经历 你的见证 是让他们 让我们有一个权利 我们传福音 是用神的权利 我们医治病 是使用神的权利 我们医治病 是使用神的权利 我们医治病 也是医治神的权利 我们医治病 也是医治神的权利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医治病 都会帮助别人 之时呢 我们有时候 在释放的祷告会 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教导他们 如何去改轨 有一段时间 我们会教导他们 如何去改轨 那怎么教导他们呢 如何去教导他们呢 我会教导他们呢 我会教导他们 我刚才叫你站住 你跑来 我刚才叫你站住 你跑来 那我们是否熟悉 我们是否得帮助跟用神的权利 我们是否得帮助 不是不能导不导 那我们是否得帮助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他在那 他知道这个朋友 是有 FROMDEMONs 有 esper魂 抓住他 因为他知道 看到这个朋友有个魔鬼在骚扰他 他搞不定,因为他住在我们旁边 他说叫我过去帮他 他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他这个朋友这时有魔鬼在缠绕着 他又解决不了,让我们去帮助他 我过去,那个朋友就大声说 我不要高地来啊,我不要高地来啊 但是我到那里以后他的朋友就一直说 我不要高地过来 因为我不怕鬼,但是鬼怕我 因为我不怕鬼,但是鬼怕我 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 不是说我喊得大声的 不是因为我喊得大声 我是用耶稣的权柄,用耶稣的名字来赶鬼 是用耶稣的权柄,用耶稣的名字来赶鬼 好像上个星期我有说,我们每个星期六 在G-Fund,May Q的餐馆有聚会 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每次都来我们的聚会 来吃饭 是像上个星期我分享的,我们每个星期呢 都去一个餐馆里面去聚餐 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也去那里 他呢就穿了一些衣服又烂,头发又长 他又穿得很烂,头发又长,身体也有气味 那天他来,他就喝醉酒 那天地他来到是喝醉酒的状态? 大声吵,大声吵,大声吵着我们 大声吵,骚扰着别人 那我看到他这样,我说,奉耶稣的命 你这个邪灵,你喝醉酒的邪灵,你出去 听到如此呢,就说,奉耶稣的名字 喝醉酒的邪灵,出去,把他赶出去 你看着我的眼睛,如果那些人有邪灵 你不要让他周围看,不要让他闪着眼睛 当时我是让他只盯着我的眼睛 特别是那些有邪灵的人 让他帮他赶过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让他闭着眼睛 他就叫他,你开眼,你看着我 我要跟你说,我不是跟他说,我要跟邪灵说 他说,你把眼睛睁开,我要看着你的眼睛 我不是跟你说,而是我要跟你身体里面的邪灵说 这样说了几次,奉耶稣的名字 这个邪灵,我要赶走你,你离开,不要搅着这个人 说了几次,要奉耶稣的名字,把这个邪灵离开 不要骚扰这个人 这样一会儿,他就静下来 不一会儿,他就安静下来了 昨天呢,我们也是在朱芬有开会,他又来 过个星期他都来了 昨天晚上,我又没有去在那个餐厅里面开会 他那个,就是那个,无家可贵的人也来了 对了,那见到他有改变,他穿的衣服呢 就整齐些 他又有所改变,他穿的衣服比较干净总结了 梳好 头发梳好了 Eddie,他的名字叫Eddie 你们不会见到他,所以我说他的名字也不要紧 这样呢,他坐在那儿,全个聚会坐在那儿听 他整个聚会都坐在那里听 所以呢,我们是有权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 所以这个权柄 所以这个权柄 不用怕鬼,鬼要怕我们,要听我们的话 所以我们是有权柄,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 不用怕鬼,因为他鬼也会听我的话 好,thank you 我再说一说这位人 他初初来到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无家可贵的Eddie 他来到呢,又不是来听到的 他刚来的时候,他不是来听到的,只是来吃饭的 我们有些会友呢,见到他骚髒了 整身好像没有冲凉,穿着衣蓝蓝的 那有些我们聚会的人,看到他 脏兮兮的头发又长,又有味道,又不喜欢 他们有话,有点给我,你可不可以叫他去冲凉 有一个就给了我一百块钱 不不你就跟Eddie说,叫他洗一下罩,剪一下头发 可在我们知道的地方,我就问Kent和Eddie 好幸好我们去问了Kent和Eddie 他们对这些无家可贵的人非常有机会 他们对这群无家可贵的人非常有机会 我问他,可不可以给他一百块钱 让他去整理干净啊 我说可不可以给Eddie一百块钱,让他去整理干净啊 Eddie说千万不要啊 你这么做,他会打击他的自尊心 所以我们就不用那种方法 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一百块钱 我们都用神的权力 但是我就用神的权力 赶紧那些鬼 就把他缠在他自己的血里赶走 所以这个是一个网约,一个课程 这是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跟那些小朋友,那些同学呢 教他们,我们传福音要用神的权力 有时候我要跟别人分享 我教导他们传福音要用神的权力 有时候那些同学呢 在我们以前有一群同学呢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群同学呢 那那些同学呢,有时候我们说要传福音 有时候我的同学说我们要去传福音 在宿舍那些人跟同学讲福音 要去在宿舍里面跟别的同学传福音 那最好是什么时间呢 最好是什么时间呢 当那些快要考试 特别是快接近考试的时候 最紧张那些人就是考试的时候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考试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跟他说 到时呢,你分开些时间去跟那些同学传福音 我们就说,OK,我们要分开时间段去 为这群比较紧张的同学去祷告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有时候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会有邪灵的事情发生 那些同学好像搞不定 那些同学可能会搞不定 搞不定就搞不定 所以打电话给我们 牧师 牧师搞不定 我跟那个同学来到 虽然他邪灵上山 还算大声 但是 他就说,牧师啊,我解决不了 我帮他们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邪灵 就好像缠声了 一直在大叫 那他说,拜托你快点来了 请你快点过来 我就不太害怕 我说主,不要害怕 我就用神的权力 我们用神的权力 你给他电话给他听 你把电话给他听 我们就用电话来传给他 我们就用电话来传给他 不是对那个同学说 对那个邪灵说 我们用电话来对 住在同学身体里面的邪灵说 我们用电话说 我就奉主耶稣的名 叫你不要 通过电话 我们就对那个邪灵说 奉主耶稣的名 让他走 你要听主耶稣的名 你要听主耶稣的名 你不要出声了 你不要出声了 现在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明天知道 你懂得解决 然后我明天再亲自来 为你解决 他真的可以听我 他真的那个投尊 不是说我们 说的有意又好 因为我们是用神的权力 不是说我们说出来有效 而是因为我们 以神的权力 说出来才有效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全部要用神的权力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全福音 要用神的权力 管轨也是用神的权力 管轨也要用神的权力 第二点 就是我们 个个个都要 用主耶稣的名 出来讲道 第二就是我们 每个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走出去 有权力的就是神的话语 有权力的是神的话语 每次我们跟哪个朋友 传福音 最好就是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因为神的话语 会跟他讲的 因为每次传福音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与他一起读圣经 我给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家 去玩 去一个地方 这样整个家人 我们说 不仅仅出去玩 去吃 我们一起读圣经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 全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我们商量说 不仅仅出去旅行 我们一起去读圣经 那些儿子 就不太喜欢 孩子就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们不要紧 短短的 我们读一段圣经 我们说不要紧 就是短短的读一段圣经 那一次我们读浪子回头 有一次我们读浪子回头的圣经 那个孙 他那时候十几岁 他都不太听 周围走 周围玩 当时孙子是十几岁了 他当时也不是很想听 就到处走 后来读完就没事了 但是过了一个时期 这个孙子 告诉他妈妈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孙子 告诉他妈妈 他说 你知不知道 那一次我们读浪子回头 我觉得神 说我就是浪子 我要回到神 他说当时我们读的这段浪子 回到这段圣经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浪子 我要回去神的怀抱 所以不是我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劝他 不是我们解释 是神的话语 跟他说话 所以不是我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去跟他解释 而是神的话语跟他说什么 这个孙子现在二十多岁了 这个孙子现在二十多岁了 他现在在伦敦 他要读神学 他要做牧师 现在在伦敦准备去读神学 所以你说神的话语 是很有能力的 有权柄的 神的话语很有能力 很有权柄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收招了 我看到门口那些人 已经开始吃饭了 好了我们准备结束了 我们不要收拾了 我们准备结束了 OK 感谢耶稣 未完之前 我们打算听了这么多见证 叫我们神 叫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好消息 所以我听到那么多见证 我们是神是想要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们不要听了 就说 哎呀 是啊是啊 多好啊 多好啊 但是呢 我们有什么行为跟着呢 但是不要 不是说我们听了以后 感觉是自我感觉挺好挺好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所以现在我们祈祷我们求神 帮助我们听了 不止听了 但是我们又有行为跟着 我们祈祷 但是我们祈祷 我们祈祷 每个人分享你的好消息 我们感谢你 你又给你的权柄 我们感谢你给予了我们你的权柄 我们感谢你给予了我们你的权柄 你又给予了我们你的话语 所以我们用你的权柄 用你的权柄 我们呢 就要决定 要服从你 我们要用你的话语的权柄 我们决定要服从你 主啊我们求你 现在说给我们听 我们静静地求神给一个人的名 主啊我们祈祷安静地给我们一个名字 或者是家里的亲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工作的 或者是亲人朋友 或者是工作伙伴 给一个名字 有一个名字 让我们亲近他 认识他 求你开门 开他们的眼睛 让我们有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 最后 和他说耶稣的好消息 让我们有机会 与他分享耶稣这个好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静下来求神 我们要故意的 不是只听了就算 我们要故意有行为跟着 我们要自家心来 我们要知道听完以后 要故意的有所行为 不是听完 仅仅听完就算了 神啊感谢你 你给一个名字 我们要服从你 我们要求你打开机会 给我们有跟这位接触 神啊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名字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与这位有所接触 主啊你会帮助我们 主啊你会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主耶稣 Amen 感谢你主耶稣 Amen 希望今天的港道 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